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出了游信集群的概念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保证和提高全链路的总体可靠性和资源的利用率 第二是关于云元生方面 Double3代表着Double全面拥抱云元生的里程碑版本 当前Double在国内外有基数巨大的用户群体 随着云元生时代的到来 这些用户上云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Double3将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迁移路径和最佳实践帮助企业实现云元生的转型 享受云元生带来的红利 具体来说 站在业务应用视角 如果它升级到了Double3 它能够带来以下的好处 首先是 在资源利用率方面 Double3能够大幅降低框架带来的额外资源损耗 提高系统的资源利用率 从当机视角 Double3能够节省约50%的内存占用 从机群视角 Double3能够支持百万值利数的超纳规模机群 为未来更大规模的业务扩容打下坚实的基础 Double3对ReactiveStream等通信模型的支持 在一些业务场景下也能够带来整体吞吐量的提升 其次 Double3给业务框架升级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Double原来的协议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束缚了微服务接入的方式 举个例子 移动端前端 它想要接入到Double的后端服务 它需要经过网关层的协议转换 再比如 Double只支持Request Response的模式通信 这使得一些需要流失传输或者是反向通信的场景 无法得到很好的支持 最后是 Double3给应用测云原生升级带来了整体的解决方案 不论是由于应用底层基础设施的升级带来的业务升级的被动变化 还是说业务为解决痛点进行的主动升级 无论何种方式 业务升级到云原生 Double3将给出整套的云原生解决方案 帮助业务产品快速地接入到云原生体系中来 在说明完升级到Double3之后 能够带来哪些好处之后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Double3带来的哪些改动 第一是 Double3将支持全新的服务发现模型 Double3尝试从应用模型去入手 优化存储结构 对其其他云原生主流的设计模型 避免在模型上带来互通的问题 新模型在数据组织上高度压缩 能够有效提高性能和资源的可伸缩性 第二是 Double3提出了下一代RPC协议Triple 这是一个基于HTTP2设计的 完全兼容GRPC协议的开放信心协议 由于是基于HTTP2设计的 它具有极高的网光友好性和创透性 同时完全兼容GRPC协议使得其天然的 在多云人互通方面有天然上的优势 第三是 Double3将面向云原生流量治理 提出了一套能够覆盖传统SDK部署 Service Match化部署 VM虚拟机部署 Container容器部署等场景的统一治理规则 支持一份治理规则 治理多数场景 大大降低流量治理带来的成本 使得EGO体系下的全局流量治理变得可能 最后是 Double3将提供接入Service Match的几个方案 面向Match场景 Double3提出了两种接入方式 一种是SyncSDK方式 部署模型和当前Service Match部署的主流场景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而Double将进行受身 屏蔽掉与Match相同的治理功能 仅保留其核心的RPC能力 第二种是Proceles模式 Double将接替Side Card的工作职责 主动与控制面进行通信 基于Double3的统一治理规则 应用云原生流量治理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应用级服务发现模型 这个模型的原型 其实最早在Double2.7.6版本中 已经是提出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迭代 最终形成了Double3中 目前比较稳定的一个模型 在Double2.7及以前版本中 应用进行服务注册和发现时 它都是以接口为力度的 每个接口都会在对应的注册中心上面 有一条数据 而不同的机器会注册 会在注册中心上面注册 属于当前机器的原数据信息 或者是接口级别的配置信息等等 比如说序列化方式 超时信息等等 所有提供这个服务的服务端 在进行重启或者发布的时候 它都会进行接口力度的独立变更 举个例子 一个网光类的应用 它依赖了上游应用的30个接口 当上游应用进行发布的时候 就有30个对应的地址列表 在进行机器的上线或者下线 以接口为注册发现的第一公民方式 它其实最早SOA或者是微服务的拆分方式 提供了单一服务 单一节点的独立和动态变更能力 随着业务的发展 单一应用依赖的服务数在不断增多 每个服务提供方的机器数量 也由于应用或者是容量的原因 在不断增长 从客户端角度来看 依赖的总服务数的地址数 它在不断的上涨 于是我们准备从注册发现的流程 设计上面进行优化 我们注意到了两个特征 首先是 选择当体应用拆分为 多微服务应用的基本完成 大规模服务的拆分和重组 已经不再是痛点 大部分接口只是被一个应用的提供 或者是固定某几个应用去进行提供 其次是 大量的用于标志地址信息的URL其实是存在极大的冗余的 如超时信息 序列化等 这些配置的变更概率其实比较低的 却在每个URL中都会有出现 所以我们提出了应用及服务发现的模型 应用及服务发现是以应用作为注册发现的基本维度 以接口和接口级最大的区别是 原来一个应用如果提供了100个接口 那么它需要在注册中心上面注册100个节点 如果这一个应用有100台机器的话 那它每次发布对它的客户端来说那就是1万个虚拟节点的变更 而应用及服务发现则只需要一个节点 每次发布只是变更了100个虚拟节点 也就是100台机器对应的节点 对于依赖数服务数比较多 或者机器数比较多的应用而言 这将是几十到上百分之一的数量级的规模下降 而内存障碍上面也会将硬的降低不少 最后由于这个新的服务发现模型 与Spring Cloud Service Match等体系下的服务发现模型是高度一致的 因此Double可以从注册中心层面与其他体系下的节点实现互相发现 最后不需要往光层的代理就可以相互调用 接下来是介绍除了应用及服务发现外 Double 3的其他特性 Double 3的定位是成为原生时代的最佳服务框架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几个趋势是 Kubernetes成为了资源调度的适时标准 Service Match化成为主流 或者以及它在规模上的急剧增长 这些趋势的存在都对Double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用户组合在Kubernetes上面更方便的部署和调用Double的服务 它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统一的协议和数据转换格式是必须的前提 其次 Service Match化的流行带来的多元化的问题 比如说原生的Double和Service Match化的Double它应该组合共存 多元的场景应该组合支持等等 第三点 规模的增长会给整个Double的架构带来更大的挑战 无论是注册中心的组件还是客户端都会有更多的数据和调用量 如何保证在稳定的前提下提供更高效的服务是Double眼镜的重中之重 这些语言生时代带来的挑战促成了Double发展到下一代协议 Kubernetes基础设施的支持 多元语言的支持 规模化的支持 这些趋势 关于语言生的第一部分 我想先来介绍一下Double提出的下一代RPC协议 作为RPC框架最基础的能力 还是完成跨应用进程的服务调用 将服务组装成链组装成网 这是其中最核心的载体 它就是RPC协议 Double2其实提供了RPC的核心语义 包括了协议头标志位 请求ID 请求详细数据等等 它们被要照一定的顺序与二进制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在云渊生时代 Double2主要面临 Double2协议主要面临的有两个挑战 一个是它的生态不够互通 用户很难直接理解二进制的协议 第二是对于service match等网关组件它不够友好 它需要完整解析 整个协议才能获取到对应的调用原数据 比如说RPC上下文信息 这从性能到应用性方面都会做到挑战 同时老版本的Double2RPC协议的设计与实现已经在实践中被证实一些方面限制了业务框架的发展 比如从中端设备到后端服务的交互 微服务框架中多语言的采用 服务间的数据传输模型等等 那么在支持以后的功能和解决存在问题的前提下 下一代协议台需要具备哪些特性呢 首先是新的协议台应该更容易被扩展 包括担保限于tracing和monetering等支持 也应该能够被其他个层设备所识别 降低用户理解的成本 其次是协议它需要解决跨语言互通的问题 传统多语言多SDK的模式和Match化跨语言调用的模式 它都需要一种更通用更易于扩展的数据传输格式 最后是协议它应该提供更往上的请求模型 除了Request Response模型 它应该还支持Streaming和Birational等模型 基于这些需求 HTTP2和Protobuf的组合其实最符合了 提到这两个 大家可能最容易想到的就是GRPG协议 那么我们新一代的协议和GRPG协议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 Double的新协议它是基于GRPG协议扩展的新协议 它保证了在生态系统上面的新协议 与GRPG是能够沟通和共享的 其次在这个基础上 Double的新协议将更原深的支持Double的服务治理 提供更强大的灵活性和易用性 在序列化方面 由于目前大多数应用方都还没有升级到Protobuf上来 所以新协议会在序列化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 平滑的适配现有的序列化协议 更方便的先移到Protobuf上来 在请求模型上 新协议也将原深的支持Reactive模型 这也是原深GRPG协议所不具备的 接下来是关于Double3对于ServiceMatch的支持 对于如何使Double在ServiceMatch体系下落地 我们参考了众多的解决方案 最终确定了最适合Double3的两种是形态的Match方案 一种是基于经典SenderCard的ServiceMatch部署 和另外一种是无SenderCard的ProcessMatch部署 对于ServiceMatch方案 其部署方式和当前主流的ServiceMatch的部署方案是一致的 Double3的重点是尽量给业务方案提供完全透明的升级体验 这不只是编程视角的无感升级 还包括Double3更轻量化 使用Triple协议等等 使得整个调用链路上面的资源损耗和运维成本降到最低 这个方案也被称为Sign SDK方案 而它Sign的方案 Sign的地方就是说它去掉了所有不需要的组件 ProcessMatch部署方案则是Double3规划的另外一种Match形态 它的目标是不需要重新启动SenderCard 由传统的SDK就能够直接与控制面进行交互 我们设想以下几种场景会非常适用ProcessMatch的部署方案 第一种是业务方期待升级到Match方案 但却无法接受由于SenderCard进行流量劫持等带来的性能损耗 这种场景也常见于核心业务的场景 第二是业务方期望降低由于部署SenderCard带来的运维成本 期望其降低系统的复杂度 第三是遗留系统它升级比较缓慢 迁移时间比较漫长 所以多种部署架构它会长期的共存 最后是多种部署环境 这里的多种部署环境包括了比如说VM虚拟机部署 Container容器部署等多种方式 将这两种形态统筹来看 在不同的业务场景 不同的迁移阶段 不同的技术设施保障的情况下 Double都会有不同的Match方案和供选择 这是Double3未来期望在Kubernetes上面部署的方案 Double3将在服务发现和模型上面对齐Kubernetes的原生服务 支持不需要部署独立的注册中心就可以实现互相发现和调用 这是Double3未来期望在H9上面部署的方案 这里采用的是Sync SDK与Proceles混合部署的模式 如图中POD1和POD3数据流量由DoubleService直接发出 而POD2部署的是Sync SDK模式 它的流量由Synika进行拦截后进行流出 最后我们展开讲一下Double3的游信增强规划 云原生带来了技术标准化的重大变革 如何让应用在云上更简单的创建和运行 并且具有可弹性的扩展能力 是所有云原生技术组件的核心目标 借助云原生技术带来的核心弹性能力 应用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扩容随大批机器以支撑业务的需要 比如说为了应对零点秒杀场景或者是突发事件等等 应用本身往往需要数千甚至数万的节点来满足用户的需要 但是在扩容的同时也会带来了许多云原生产景下 集群大规模部署的问题 比如说集群节点极多导致的节点异常频发 服务容量受多种客观因素影响等导致节点服务能力不均等等 Double期待基于一种融性的集群调度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机制主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在节点异常的情况下 分布式的服务它能够保持稳定的运行 不容易出现血崩等问题 第二是对于大规模应用 它能够以最佳态去进行运行 提供较高的吞托量和性能 从当一服务视角来看 Double期望的目标是对外提供一种压不垮的服务 即使在请求数特别高的情况下 它都可以通过选择性的拒绝一些请求来保证 总体业务的正确性和时效性 从分布式角度来看 要尽可能的降低因为复杂拓谱 不同节点性能不予导致的总体性能下降 轴性集群调度机制能够以最优的方式进行分配流量 使得易购系统能够根据运行时的准确服务容量进行合理分配 从而达到性能的最优 Double3.0作为Double捐赠给阿帕奇之后的一个里程碑版本 已经在今年6月份正式发布了 它代表着Double全面拥抱与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节点 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2021年11月份 我们会发布Double3.1版本 届时我们会带来Double在Match场景下的部署和最佳实践 在2022年3月也即是明年3月份 我们会发布Double3.2版本 在这个版本中我们将带来全新的大规模应用部署下的智能能量调度机制 也即是柔性集群调度机制 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资源利用率 最后社区会尽可能保证一个较短的发版周期 其实都已经有了问题进行修复 同时社区中心的参与大家向社区踊跃的提交issue和PR 社区的同学会尽快进行委屈和回复 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